人标题微博之夜最受欢迎的,不是朱一龙,而是他网元也是他的粉丝。 昨天微博之夜在北京举行群星闪耀各艺人,纷纷亮相在众星云集的现场。 有位年龄最小的神秘嘉宾,受到了全场的欢迎和众艺人的主动求和意见。 他就是假笑男孩Gabby因为其独特的假笑笑容。 假笑男孩的表情包,可谓是红遍了全球聊天表情包的Combat。 登上红侃的假笑男孩,也为大家呈现了最标准的假笑,就连喜提男神讲。 还因为座位左边那扎和右边热巴,而受到高度热点关注的朱一龙,也忍不住和假笑男孩合影。 朱一龙的含蓄微笑和男孩的笑容,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非常的可爱了。 黄教主也抓住了这次和影的机会,和假笑男孩一样,露出了同样灿烂的假笑,就连一位脚口相肠上台对受争议的王思聪。 收起了一贯的霸气,在假笑男孩身边也乖巧地露出了笑容陈独领,也加入了合影队伍。 还激动地发了微博配文道,假笑男孩与假笑女艺人要说艺人中谁最爱假笑男孩,那一定要数王源了王源。 宛如一个追星成功的小粉丝,与偶像假笑男孩露出了同样假笑的笑容。 粉丝笑称恭喜王源追星成功,对比一下假笑男孩平时的笑容和王源的笑容。 王源你敢说,你这么笑,不是和自己偶像学的吗? 作为一个偶像派,王源需不需要管理一下自己的笑容,在此安慰一下假笑男孩不用担心表情包的。 你有了未来的接班人,假笑男生王源,不过,参加活动后的假笑男孩,看上去还是非常疲惫的。 希望大家在喜爱你笑容的同时,也能让你感受到真正的快乐,期待看到你发自内心的笑容。